但做獨立歌手其中一個最大的難題就是 面對資金上的事情 現在又沒有公司了 所以每一次出歌都要花錢 要存錢去做這件事 我很感謝我家人 不用我被家用 現在好像在獲獎 獲獎講感言 這個真的要講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回過全時間 沒有回過全時間的不好處就是 我沒有存錢 所以我一直都是做獨立歌手 一直存錢 獨立歌手做什麼 獨立歌手有做一些演唱會的和音 也有做一些商場的表演 我也有做一些KOL的工作 去一些活動 去拍照 我自己也有教小朋友唱歌 就是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收入 但其實也不多 因為我不教得多 一教得多 就有活動或其他工作 就很不穩定的 所以錢就 不過有一個好朋友跟我說過 Jamie 她跟我說過 你的錢用了 你的錢走了 她會回來的 哇 我真的深信這件事 她對待男朋友的方式都是這樣 哈哈 這個是Jamie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祥 柱晴 天欣 總有一圈圈中你 今天在我們身邊的一位 是一位樂壇新人 是 見到她的話 都感染不到那種很開心很正能量的感覺 是 你的朋友是陳樂儀 大家好 我是陳樂儀 阿佐 嗨 你好 阿佐 很少人叫你英文名字 Jergin 對 因為人們通常都不懂得讀 所以就直接叫阿佐 對 好 我們記住這個名字阿佐 非常親切 陳樂儀又派上她的第一首新歌 歌名叫做《食鹽之道》 這首歌是阿佐自己作的 是 另外是潘昭同田池 編曲和監製有鍾楚蕭 聽到剛才說《食鹽之道》的時間 看到阿佐馬上送了一點點禮給我們 是不能吃的鹽 是肉鹽 洗澡的時間要想起你 我們洗澡舊的老泥 新陳代謝會促進化 但《食鹽之道》當然不是說肉鹽的鹽 就是吃鹽多於你吃米的鹽 聽說這就是阿佐的親身經歷 有感而發的寫了這首歌 沒錯 因為我畢業之後沒有工作 我去了玩比賽 一直有一段空窗期沒有工作 越來越多 尤其是家人的長輩 就會走過來問你 你找工作沒有 你做哪一項 因為那時候已經想做音樂 但他們其實沒有什麼概念 做音樂就是做什麼 夾樂隊 你拿著樂器 你找到吃的嗎 就會開始有很多說話 很多覺得你做不到我會否定你 有感而發就寫了這首歌 提醒自己之餘也提醒聽歌的朋友 對於一些不太適合的說話 都要想一想 對 因為剛才那些說話 有時候真的會令到你自己卻步 不敢走第一步 我的確真的經歷了這段時間 我就想來想去 不是啊 我沒有理由因為別人說的東西 而影響到自己的判斷 去做什麼 就是自己想做什麼都不做 其實寫來都是提醒自己 不要那麼容易氣餒 還有都要堅持自己想做的事 嗯 但我想知道你寫好之後 剛才你所提及的 就是給你一些說話的那些 親戚或者長輩 你有沒有給他們聽 其實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聽 即是他們可能還不太知道 我出了新歌 哈哈 下次提醒一下他 提醒一下他 你不要看我的音樂 聽我的歌 我都會說 我都是繼續在做音樂 他們看到我有時會在演唱會 他們就開始覺得 我好像認真了 嗯 之前可能認識了的人 如果你有留意 有陳輝陽成女聲合唱 或者見過 或者再之前的就是 《全民造星3》的時候 由參選到已經是2020年的事 哇 這麼久了 是呀 然後一直走去造星 一直是女聲合唱 還有唱很多合唱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親戚的說話 才令你突然叮一聲 我是不是要自己出自己的歌 其實我一直完成《全民造星》 都有這個想法 只是我真的不敢走第一步 還有我覺得我還沒有建立一個基礎 自己一個人做這件事 所以一直在合場的氛圍下 就學習了很多 直至我寫到這首歌 我真的覺得有一份作品 是能表達到我很耐心的說話 我終於有一份 我覺得可以拿出來給別人聽的作品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就選了今年出 阿佐有讀書的時候 你是讀城市大學的 是嗎 創意媒體學院 那時候已經有作曲的經驗 還是那時候都知面組 或者朋友都教你 究竟作曲是甚麼回事 那時候也有開始寫歌 因為我在學校有讀一些 關於編曲的課程 也有幾個作品 但其實那時候我沒有很習慣性寫歌 沒有現在覺得要出歌要寫歌 因為那時候我試過很多東西 我又收過音 即是做電影收音 音樂 但很明顯是因為我很韌 然後我就沒有力 我就放棄了 因為那條巴 說真的都挺重的 真的很重 而且有時候我們要遷就鏡頭的關係 那條巴要弄得很長 好像平時浪三竹那麼長 另外那個收音師 就要在棍子的邊拿著 那你一場戲裡面 可能分幾兩分鐘 我真的試過 這樣對著 但你的手又不可以鬆下來 因為你鬆下來 就會掉下來 然後畫面就看到 突然間突然 然後大家就 呃 我曾經試過 在一個很高樓底的豪宅 拍攝一個超廣角 然後我真的伸到最長最長 維持幾兩分鐘的鏡 然後我真的從那幾次開始 我就發現自己的體力 不能夠去做到 所以我就轉了去做另一件事 其實也不關音樂的事 是做藝術設計 就是做一些裝置藝術 主要是擺展 但是很可惜就是因為那時候疫情 就少了很多展的機會 那我才去玩《中星》 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說這個天 自然會有安排給你 其實真的 是 就是給了一條新的路向 玩完《中星》之後 就是現在終於得起心肝出了這一首作品 那看到填詞人就是潘昭彤 也是一個音樂人 以及你另外一個身份 Binnis的組合裡面的其中一位成員 那這次為什麼會找他寫詞 而不是用你自己做的呢 首先因為我的中文能力比較差 所以你的英文能力比較強一點 是比較強一點 但是我的語言普遍都比較 哈哈哈哈 我說話好像別人有時候會聽不明白 我聽聽不明白 因為我本身真的是鬼仔 哈哈哈哈 我不是鬼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中文這樣 所以呢 但是潘昭彤就是一個中文很厲害 他很有文學修養 他聽到一定會打爛 哈哈哈哈 你很少讚他 我這樣讚他 但是他真的是很厲害的中文 因為我本身跟他有好朋友 因為Binnis的關係 所以他很常常去聽我們說話 然後翻譯一個正常的版本出來 哈哈哈哈 所以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很久之前已經有這個demo 這首歌的demo 我就給了一個都認識潘昭彤的朋友聽 他聽完之後就說 嘩很有潘昭彤的歌的感覺 然後我就聽完之後 不如我遲就交給潘昭彤寫吧 他就意話不說地答應了我 他就很完美地把我的內心 那些說不出來的說話 去用歌詞去演繹出來 當然另外一個幕後功臣就是Joyce 是的 鍾索喬 你是編曲和監製的朋友 沒錯 他就是一個我新認識的朋友 其實是誰介紹你認識的 其實是Binn介紹我認識 他也是一些音樂朋友 大家聊聊聊天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編曲的 你可以找他做 是的 我之前就有聽過 鍾索喬他自己本身的作品 嗯 我就知道他編一些Binn sound 其實都有很多經驗 我自己其實一有一個Demo 我已經知道這首歌是Binn sound 沒有其他東西的了 所以我就很順理成章 亦都因為編份之下 就找了鍾索喬 給我做這個編曲監製的歌 那第一次跟他合作 在合作上是否都很順利 譬如錄音的時候 有沒有很多阻滯 或者他又如何監製你錄音 其實我們錄了兩次 第一次錄音 其實我以為很順利 我就照唱 唱我作了的東西出來 有的東西都寫了出來 但是回去聽完一次 我們兩個都覺得 歷水好像有點太over 因為這首歌 很容易把情緒一次過發洩出來 那我錄音的時候 沒有因應起承轉合又沒有 全部都很狠地唱出來 很多怨惑 受了很多戲 我們就覺得不太好聽 就有了第二次的錄音 第二次的錄音就順利很多 就是Joyce就幫我 就是guide了我很多 就是你有哪裏 其實可以不用那麼用力唱 你可以用一個輕調的態度去唱 聽歌我又辛苦我又唱得辛苦 所以就有了兩次的錄音 第二次又幫了我很多 這首食鹽之族 就是陳樂宜一首跟我們見面的歌曲 是的 但是聽說這首歌 最初未必是first plug 是的 是的 有其他的歌曲成為first plug 但是機緣考入又把這首歌 放回第一位 為什麼 是的 是的 那時候未有Beenies這個想法的時候 我一直都在想 大家都認為我的first impression 是笑、很開心、很甜美 我聽到現在打爛罩 自己打爛罩 就是少女一點 我本身就給了Joyce一首歌 我就說我想做一首英文歌 其實是英文歌 那時候還沒決定做廣東歌 也是很害怕 然後呢 那首英文歌 我又是有demo 我就叫他幫我編 然後我就 慢著 那時候給了一兩天 我就停一停 我想清楚了 我還是不用這首了 我還是挑選食鹽之道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是 真一點的我 那時候我們已經開始有Beenies這個想法 我就覺得 既然Beenies這裡 都可以呈現到那個所謂甜美的我 那我自己的作品 不如我真的給觀眾了解一個真正的我多一點 嗯 那他決定得好 對 還好Joyce還沒編好 對 兩天之後 對 還好他還沒動工 我們還沒開始討論怎樣編的 對 現在就是第一首歌的面世了 直至到現在為止 享不享受做獨立歌手的狀態 很享受 我覺得 坦白說我很滿足 完成了第一首歌 我覺得壓力 我一直以為自己沒有 真的推出了之後才有壓力 但有壓力我仍然都很滿足 我將一個作品完整了 所以我都很期待之後會繼續做這個 由零開始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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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定了 這個真的要說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回過全面 沒有回過全面的不好處就是我沒有儲錢 所以我一直都是做freelance 一直儲錢 做freelance 做什麼 我freelance有做一些演唱會的和飲 也有做一些商場的表演 我也有做一些KOL的工作 就是去一些活動 去拍照 我自己也有教小朋友唱歌 就是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收入 但其實也不多 因為我不教得多 一教得多 我就有活動或其他工作 我就很不自由 所以錢就… 不過有個好朋友跟我說過 Jamie跟我說過 你的錢用了 你的錢走了 他會回來的 哇 我真的深信這件事 她對待男朋友的方式也是這樣 哈哈哈哈 你說是Jamie啊 哈哈哈哈 還是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都… 我很深信這句說話 由她的身上我也看到這件事 哈哈哈哈 是 投放時間一定會有回報 一圈圈 為你圈中生活娛樂大小事 直接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啦